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呀 怎么了 你说说 你给小飞 都结婚多长时间了呀 整整三四年了吧 他的肚子到现在一点动就都没有 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都没点出门了 我看见咱俩的邻居啊 我再找他走 妈 你以为我不想有孩子呀 那我那我这同事 他们被他窝也认了我呢 我也想要啊 可是现在小月怀不上 这都怨我呀 儿子 你的意思 是他不能生 还是他不想生啊 妈 我估计他是不能生 我的傻儿子呀 他不会生孩子 你还要他干嘛呀 一下子都拖到三年了 这不是连累你吗 妈 那那我能怎么办呀 怎么办 就是他会怎么办 能怎么办呀 离婚呗 再找一个 能生的 离婚 妈 这样行吗 怎么不能啊 你都娶了他三四年了 连孩子都不能生 我买个母亲都下个蛋了 要他干嘛呀 啊 他不能给咱们家传统接代 这样的媳妇呀 不能要 行嘛 那我听你的 你让我离 我就离 得尽快啊 你放心 等他回来 我就跟他说 行了 我就这件事 我先走了 要不我在家吃个饭 不吃了 我还有心的吃饭呀 我七土七饱了 那行 妈那你做点慢点啊 知道 别忘了啊 行啊 不会忘了 对 离婚 听我妈的 小白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用来问我怎么了 小白 刚才我妈来了 你知道 她来干什么吗 她 她来干嘛 来啊 把我冲骂一顿 知道为什么吗 就因为啊 你生不了孩子 这生不生孩子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 不是你问你谁的问题啊 小白 咱们结婚三年了 你这肚子倒下 那一眼痘就能没有 你知道我们李丫的脸 都被你丢进了吗 你知道我的脸 都被你丢进了吗 小白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 这生不出孩子 我为什么生不出孩子 难道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我清楚 我清楚什么呀 怎么着 你怀不了孕 你还骗我呀 我为什么怀不了孕啊 我和你谈了两年的恋爱 结婚三年了 你连手都没碰过我的 我怎么怀孕啊 你得真是给自己找理由啊 我不问你手 跟你怀孕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小白 现在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啊 不懂你自身找理由 就是为推卸责任 我看你现在 是不是批养了 我推卸什么责任了 我都说了 这怀孕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不 现在还不承认是吧 行啊 那我今天就跟你来教训 你干嘛 干嘛 我干嘛 干嘛 干嘛 你给我干嘛 干嘛 好啊 你小白 你竟然把都能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今天我告诉你 我不再打你了 我要和你离婚呢 离婚是吧 行啊离婚 我已经忍了三年了 我也不想再忍了 我也不想背负一个不育不育的罪灵了 我过够了这样的日子 那正好啊 你啊从我家滚出去 我再找一个能跟我们家生孩子的人 行 我滚 我倒要看看你能找什么样的女人能跟你生出孩子呢 行 那就等着吧 到时候我把孩子放到你面前 我让你羡慕 生不了孩子还远便宜 我呸 赶紧哭你 不是你我见到什么代价啊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回味啊 你是不是坑我呀 不告诉你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把我给你的好处的拿回来 这样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再跟你一次就位 什么神啊 老是骗我的钱 根本就回不了运 小白啊 你这怎么回事啊 看不出来吗 我怀孕了 什么 你怀孕了 不是你怎么可能会怀孕啊 我为什么不能怀孕啊 我明明是正常的 我怀孕有什么稀奇的嘛 你是正常的 回家好好问问问你妈 这孩子是怎么来的吧 傻瓜 哎 小贝 这 小贝 正常的不是睡在一起就有孩子啊 这 这我妈没给我说呀 这不行 我得回去问我妈 到一只孩子们 到一只孩子们 来 到一只孩子们 好